繼續來看政治日本 是看民進黨主席副英文 他去到菲律賓的頭前 馬上就先來他頭一個 海外小英 後晚會 第一點就是 菲律賓頭一個盧總統 愛魁諾胡林 選擇做總統的所在 而且這個副英文 又發出一個2012年 台灣也要出一名盧總統 副英文說 現在他跟國民黨的事領差不多 在明年的完美14號進展 會繼續選擇去世 民進黨對當 抗壓總統代算 而且讓國會過半 尤其大聲法教友 蔡英文全身下達作成的資點 讓東南亞國大會議會長 包括泰國 前部在印尼頂 都陪來菲律賓集合 成立第一位 收英海外會議會 台外小英後援會 我們第一位在菲律賓家 2012年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開啟的第一個後援會 我們打的第一槍就在菲律賓 來囉 好 我們請 成立第一個海外後援會 挑的第一點就是 菲律賓一任女總統 愛古諾夫人 以986年宣誓就職的地方 要把女總統的成功經驗 布置回台灣 特別挑戰的地點 背景射到 他叫86年普利賓 烏克拉龍 日空一年 台灣會有一個 剩英文總統 他說我們有女性總統過 你們沒有 他說台灣最大的缺陷就在這裡 我們一定要馬上把它補足了 所以我們的麻煩 我們就把補足這個缺陷 尊敬台灣美空一二年 將會 才選一個女性總統 對不對 盧總統的好聲 發到鄉連天 換一個政經 面對真正為台交的長民 蔡英文也很努力地推銷自己 民進黨現在已經恢復元氣 我們現在跟國民黨是起骨相當 而且我們還在往上走 到1月10日 我們可以凝聚 我們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力量 我們讓我們的總統大選過關 讓我們的立委過半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發出總統勝選國會過半 蔡英文典現決心 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台灣 回路進行的一票 民視新聞総合報導 對我過